当年文仲远征北海归来 得知黄飞虎判处昭歌的消息后 清帅大军征伐稀奇 二江子牙一方则派出杨俭 与先锋官黄天化 面对大名鼎鼎的文太时 杨俭不仅没有怂 反而亮出天眼阵风相对 一眼就瞪住了文仲手中宝剑 看得在场众将士目瞪口呆 无奈之下 文仲也施展了天眼神通 针尖队卖忙 一时间横扫整个战场 最后在黄天化的偷袭下 以文仲的惨败而收尾 那么问题就来了 同样都是天眼 文仲与杨俭有何区别呢 其实这两对天眼 有着最为本质上的区别 文仲的天眼乃是识人的慧眼 原著提到它可以分辨是非黑白 中坚善恶 更能察觉人心中所想 散发的是一道白光 而杨俭的天眼叫做神通眼 不仅能让妖魔鬼怪立刻现出原形 还具备极强的攻击力 射出的乃是一道金光 实战能力要远远超过文仲的慧眼 就算黄天化没有寄出传心听偷袭 文仲早晚也会外出阵来 战后他自己就惊叹道 缠叫竟有此其人 稀奇何以不凡